自从前年9月 强密台风带来好雨 造成猫懒T16塔珠边坡下滑以后 这一年半以来 猫懒的新闻从来没有断过 到底猫懒事件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猫懒没有经过环屏就可以新建呢 住在附近的政治大学学生 打了一通又一通的电话 寻找愿意接受采访的学者专家和社区居民 希望把猫懒的问题说清楚 这样明白 2008年9月28日 强密台风来袭 造成猫空缆车T16塔珠边坡地坍塌 正大御花园里人心惶惶 两个月后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豪雨 经不起讨厌边坡地再次坍塌 原本号称是台北最美的山线 一世之间成了问题建筑 民国93年提出猫懒案 94年北市环保局开出猫空缆车免环平的通行证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汇报中更是提到 猫懒案务必在市府团队任期内执行完成 然而台北市都市土地用地变更及建造审查过程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而猫懒却可以在两年内从提案建造到通车 但是有效率的背后却隐藏着明目一再变更的问题 市政府当初在提出猫懒案时 是以改善猫空地区的交通问题为理由 所以把猫懒称为交通设施 对此曾经担任前环平委员的律师詹顺贵却感到非常之一 要征收人民的土地呢 一定要用公用设施公共使用 所以它变成它必须要用一个交通设施 这是一个公共设施 所以它常常去挣作人民的土地 缆车案子在宋省北市环保局进行环境评估时 又将名称改成了机械游戏设施 目的极有可能是要让缆车可以用机座面积的开发部超过10公顷 避开进行环平的标准 而机械游戏设施就表示 毛孔缆车将被类比为游乐园内的海盗船 最后因为要交由台北捷运公司营运 就再度将缆车名称改为大众捷运系统 为了求证缆车名目为何一再改变 记者打电话到北市环保局了解原因 因为当初缆平法并没有缆车的判定这条规范 所以我们是以开发 就是风景区之开发去认定它 对然后我们又以第20条去做认定这样 所以不需要做还评价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认定 就是它就是用缆车这条去做判定 但是后续行为怎么样 但还要经过我们长官的讨论之后 结果看怎么样 才说目前是不是要还要再依照哪条法规 去做还评价 明目一变再变 张律师说这就是在规避法律 我们说违法 不然也在法律用有这样叫脱法行为 就是脱法行为就是你为了要规避法律呢 去做了一些那种就是说在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那个边缘 这种脱法行为在明法上啊 它其实也是不被允许 就会被判定要如果有赔偿 所以是要赔的 记者与七霞山庄居民高大军 一起前往坍塌地点实际勘察时发现 T16基柱附近的地址状况 延时破碎的程度超乎了想象 这种不是岩石 跟泥土差不多 你看 龙翠一样 这叫 这个是钻探出来的 这个比较深的颜色是叶岩 黄色是沙岩 这个沙岩跟叶岩组合的三 最脆弱 曼后南在玉花岩东边那边有一条 我们蛮大的叫做新垫断绳通过 通过那个曼后南在底下 那玉花岩的旁边这样过去 那个塔柱是离这个这个 这个断绳大概有几百公尺啦 根据地质学家黄建水分析 边坡上摇摇欲坠的T16塔柱 记住正好打在沙岩的结底上 危险的是 当下层的叶岩开始扑落时 也会危及边坡地上的塔柱安全 在T16塔柱的正下方 就是车道川流不息的北二高 民国84年曾经在北二高 发生的土石坍塌 民国89年 台电电塔的建设也引发了土石危机 而迁走了电塔 土地的脆弱 这里的居民都知道 然而冒控缆车的建设 并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 就开始建造 如今灾害重演 缆车更在土木计时工会的 专业建议下 走上了居士的命运 然而十年前就计划新建的 北投缆车 在地方人士的反对下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过 去年11月又再度提出新建案 同样不做还评 北投缆车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猫懒 根据专业的勘察报告指出 北投地区的地质状况 跟猫空地区一样不良 更严重的是 这些具有腐蚀性的硫磺 都威胁着缆车的建造 黄关石的北投 居民们悠闲地在户外活动 但是一旦缆车通车后 将从这所国中 还有这一座民宅的上空 直线通过 不害居民们原本宁静的生活 尽管问题重重 市政府却提出为了改善 阳明山交通问题 将在这里建造缆车 根据环平法规定 开发面积到达10公顷的建设 就必须进行环平 北南有没有再规避环平 从缆车站不愿意往下迁移 到仅仅距离原来的北投公园 100公尺的新北投捷运站 就看得出蛛丝马迹 因为整个环保的5公里 长度已经到极限了 还有10公顷 9.97也已经极限 你在向下再多100公尺 200公尺它就超过了 所以它已经动无可动 它完全不能再动 因为它本来在这里 对不对 再度提出的北投缆车新建案 目前仍然在等待 阳明山国家公园 管理处的批准下 险而未决 像这样攸关了 国人安全和环境保护的 重大建设 是否还可以再度规避环平 有了猫懒的前车之鉴 北投缆车的建设 更是应该被高度关注的问题 4月25号 国道3号北二高 发生了空前的大山崩 不但交通中断 土石底下有多少人车受困 更加令人担心 不少地质学家也认为 是因为地质破碎 顺向破滑洞才导致山崩 茫懒附近居民的疑虑 也需要政府再进一步的厘清 眼看着台湾的雨季就要开始 独立特派员也将为您持续追踪 国土保育的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